欢迎回到有话好说 我们今天讨论是郭冠英事件 郭冠英今天正式坦诚 他就是范兰青 而范兰青在网路的部落格上 写了非常非常多 极度不适当的这样子一个文章 可是今天郭冠英说 这些文章都是他的言论自由的范围 然后都是应该受到宪法所保障 我们再好好来看一下 中华民国到底我们的相关法律有哪一些 当然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宪法第五条 各民族一律平等 当然这民族的概念一定是包含族群的概念 第七条谈到无论是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 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 可是仅止于此 到底怎么样一个平等法 没有再继续谈了 宪法里面第十一条说 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跟出版自由 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 当宪法第十一条说 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可是当这个言论自由牵涉到所谓的 所谓的种族的歧视 以及种族不平等的时候 到底我们怎么看 到底哪一个是受到宪法所保护 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呢 就是说当初在谈说 毁谤罪是不是违宪 这样子一个大法官实现 在大法官四字第509号的时候呢 他说言论自由 当然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国家应该给予最大限度的维护 主要有哪一些目的呢 主要是要让他实现 实现自我沟通意见 追求真理以及监督各式各样的政治或社会活动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主要国家应该是给最大的一个保护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兼顾到说 个人名誉隐私或者是公共利益 我们特别强调公共利益 这四个字的时候呢 那么法律呢 就可以对于言论自由呢 依其传播方式做合理的限制 那因此结论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针对毁谤到底有没有违宪嘛 他说刑法310条第三项呢 跟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呢 没有抵触 换句话说 虽然宪法规定说 每一个人都拥有言论自由 但是当你的言论违反了所谓的个人名誉 就是毁谤或者是隐私 或者是公共利益 那今天这个case非常符合公共利益的事情 那这个就可以立法来限制 可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 我再请教高律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件事到底怎么办 我想因为郭冠英现在 等于说如果我们去除掉 他公务员的身份不提的话 如果是以一般的人名 一般的人名 他发表这样子的言论 到底我们现在我们有法律语限制 目前为止 就像刚刚廖老师讲了 是没有的 那这个其实相当程度等于说 我个人一直认为说 就当然我们基于言论自由 在美国也有不同的学说 说他会用叫双阶理论 他会分有一些是高价值的言论 一些是低价值的言论 其实我的话我会比较 我认为说这个本质本身来讲 没有很大才是量 就是说人民能够忍受的程度到哪里 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的划一条线 那这个其实是要依照各国的不同的民情来决定 譬如说像德国 因为他们曾经有纳粹这样一个惨痛的一个经验 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纳粹言论 或者说这种仇恨事 尤其是种族仇恨事的这种言论 他们的这个警觉性就比较高 所以他们会有那样子的一个 但是在美国的话 真的如果以他们3K党来讲 基本上他最高法院会认为 他们联邦最高法院会认为说这个只要他没有到明显和立即的危险 他还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 所以各国各国不同 所以要看他们各个社会本身对于这样子的理解跟认知 那我个人认为说台湾社会因为的确有族群的 族群撕裂的问题存在 我觉得或许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把那条线找出来 应该想办法把那条线找出来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讲的时候 当然言论自由一定可以限制 所以民间社团本身 当然其实不只是族群的问题 不只是政治 不只是族群的问题 曾经有想要拟一个叫反歧视法 反歧视法包含说对于同性恋 对于特别的弱势 对于爱滋病患者的一些歧视 我们民间社团本身曾经有想过要立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立过这样子以后 其实它就是会符合4-509 就是法律对于这种言论自由本身的一个合理的限制 当然这种限制并不一定马上要用国家高权 说它就是一个对毁谤罪的马上刑罚权就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还是要做一个区别 或许它本身反歧视法本身 它到时候可以过度成为是私人跟私人中间 私人跟私人中间法律给予某一个私人 或是某一个团体 它的权利受到危害的受到侵害的时候 可以借用这样去跟另外一方面请求损害赔偿 意思是透过民事方式 并不一定国家的介入程度要来看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认为说刚刚前面那个台湾政治系的这个石教授 我认为里面有一个 他有一个地方是模糊掉 没有讲到非常清楚 就是说现在郭光英这个事件 并不是透过国家公权力的方式 直接把后面这个人揪出来 而是透过像刚刚这个庄先生讲的 它是透过这个网路的力量 民众自己 所以我不认为它那个是自由跟集权的一个区别 没有这么严重 那当然我还是回来说 我认为说言论自由 本质上其实它就可以限制 那简单讲说 一般人民跟公务员的言论自由 有没有差别 其实它也有差别 就像刚刚这个宇教授讲 理学它本身就有一个差别 我跟你讲不止公务人员 媒体当然它的言论自由 也是要被承认说 今天如果我们在这边发表同样的文章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下来 你自己的职务都要离开 不过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您谈到说台湾对于 所谓的仇恨这一部分 的确还没有立法来去限制 我们来看看各国怎么样去做 但是我们强调 这个不是一个全世界普世的价值 还是有一些国家 包括美国 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尺度就很宽 可是我们看到德国 这个受到纳粹最大危害的国家 他在他们的基本法等同于宪法18条说 如果说你的言论是攻击到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话 那你就丧失了相应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这个是在基本法就是宪法的部分规范 刑法第130条的时候呢 他说如果你煽动对少数人的仇恨 最高判5年 然后另外在加拿大我们看到说 任何发表种族灭绝 或是种族仇恨的言论呢 都会被起诉 最重判14年 澳大利亚说 种族宗教容忍法 他也的确立了一个法 说禁止任何种族宗教的仇恨 歧视或是恶意的嘲讽 纽西兰说 在人权法第61条讲说 任何因为种族 肤色 国籍 信仰 公开威胁 歧视 鄙视 屈辱 或者是语言文字来煽动仇恨的话呢 都是违法的 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是立法 限制这样的一个仇恨言论 可是今天郭冠英说 他这些言论呢 他是用匿名的 因此是属于所谓的言论自由保障范围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学者到底怎么样看 这是不是言论自由